現在的小朋友真的很幸福 可以說是要甚麼有甚麼 玩具多到玩不完 但如果不想做大浪費鬼 可以怎樣算好呢 Jasmine 很簡單 有限制的玩具 就可以捐贈給玩具銀行 有多餘的食物 就可以捐贈給食物銀行 至於有空閒的時間 就可以捐給時間銀行 小時候就聽長輩說 一吋光陰一吋金 吋金難買吋光陰 時間是不可以用錢來衡量的 就算你有多少錢 都買不到時間 最近就有人在推廣時間銀行 究竟是甚麼概念 其實時間銀行 就是用時間作為一個媒介 在社區裏面 讓大家交換一些服務 其實是建立一個互助的社區 有一個基本的信念 就是人人都可以貢獻 而每個人的貢獻 都是這麼珍貴 時間銀行這個概念初刑 最初起源於日本 到了1980年 由美國學者艾德加 提供時間銀行的概念和制度 成為最早的倡導者 而時間銀行這個概念 都在1998年引入香港 不過當時的發展就比較緩慢 直至近年才開始有人關注 和推動時間銀行的發展 香港現在已經有13個區 有時間銀行 對… 現時正在運作 按照我們的資料上 都已經有27個時間銀行的計劃 在13個區裏面推行 因為時間銀行沒有註冊的制度 所以這個都是按照我們的資料 搜集裏面所得的 現在平均每個時間銀行的計劃 多數來說是大概二三百個會員 而有最多的會員 是有到一千的會員的時間銀行計劃 都有的 我們會鼓勵每一個參與時間銀行的朋友 其實他自己本身可以服務其他人 同期間他透過服務其他人的時候 賺取一些時分 當他有需要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一些時分 去拿回一些他所需要的服務 而每個人都可以平等地參與貢獻 參與的朋友開始的時候 就是老友機會多一些的 但漸漸在社區裏面 就有其他歲數的群組 譬如婦女各方面的時候 都會加入一齊來互相關懷互相照顧 那通常是有些甚麼活動 活動都比較多元化的 譬如他們有個很有趣的 兩蚊雞健步行 就是由他們自己的成員 就是想一些路線出來 跟其他時間銀行的朋友 一起去一些交外交友的活動 當然有時如果他們有些特別的需要 譬如身體一般的 要去覆診 行動不是太方便的時候 都可以透過辭婚 邀請其他朋友去陪他覆診 代購物 譬如疫情那段時間的時候 出不了去買東西 亦都可以找一些時間銀行的成員 幫他們買東西 跨在門口 最主要就是看那個時間銀行 他們自己本身有甚麼需要 就談些甚麼服務 或是甚麼活動出來 時間銀行的執行委員 平時都要開會 討論接下來提供甚麼服務 和活動給會員參加 希望可以做到 私同壽一樣有福 我們有做過一些類似市集 或者大大地的 讓街坊來聚會 來開心一下 亦都有搞一些容易行的行山活動 都是吸引到很多街坊來聚集在一起 其實這些活動多不多參加呢 多的 多的 通常都有20多人 最近一次就是帶他們去屯門深井吃燒鵝 有個街坊說 你真好 帶我來這裡吃燒鵝 我們問他為甚麼 他說因為原來他住在深水埗區 住了很多年 但是從來未走出過深水埗區 他就因為參與了這個活動 帶了去行屯門和吃燒鵝 他吃得很開心 而且說真的好 我說我們日後還有一些活動搞的 你來不來 來 起碼可以讓他帶出來開這個深水埗區 去見識一下其他區 是可以令到他們很開心 也會繼續有興趣去參與我們的活動 覺得幫人很開心 見到他們開心 我們又覺得自己很開心 那你們覺得 現在參加了這個時間銀行 最大的得著是甚麼 因為參加了之後 也有很多培訓班 變成我們就… 我自己覺得我就增值了 因為我對社區認識不多 還有服務我也是加入了時間銀行 我才開始懂得社區裡面的服務 我覺得自己增值了 你覺得學了甚麼是最深刻的 最深刻的就是… 我做的就是比較家訪多一點的 家訪的時候的技巧 還有健康管理的知識 因為我們都要注意 那些長者的健康問題 還有他情緒問題都會關注 甚至乎他家居的安全 我們都會留意 那在這幾方面 我就覺得真的增值了很多 我就想做足 希望自我增值多一點 而將我所學的 就貢獻給一些… 就是這個社區這樣 怎樣令到那些長者 能夠在這個社區 可以互助和居家安勞呢 這個是我最大的目標 我們都希望香港的社會裡面 多些人知道時間銀行的概念之後 再考慮成立 長遠的目標 我們當然希望18區 都可以有時間銀行 假裝人情味的社區生活的時候 我們相信大家都會更加開心 那你覺得時間銀行 可以怎樣再進一步 推動到這個社區共融呢 其實時間銀行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上面 就是尊重每一個人 他自己的強項 我們說每一位的成員 都可以貢獻 又可以接受那個服務 在一個尊重 除了關心一個人的需要 亦都關心他可以貢獻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相信是可以鼓勵 在社區裡面不同的朋友 都可以有尊嚴地去接受別人的 協助別人的關懷 同時幫助其他人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就越做越多人 是可以參與一個交換服務 互相關懷 互相幫助那個狀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相信不同群體的朋友 既可以發揮自己 亦都可以受到別人的關懷 是鼓勵越做越多人 可以參與這個時間銀行的行列 所以社區亦都會越來越共融 一個新的社區 應該設施完善 配套充足方便居民 尤其是一些無障礙設施 應該要照顧到不同人士的需要 但事實上又是否這樣呢 今日失明人士馮錦華 和福康專員吳嘉倫來到啟德 視察廣場和公園一帶的無障礙設施 現在好像跌到海一樣 是吧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跌到海 求救也要找人怎樣求救 這些就不合規格 到的 一到原來又沒有提示 這裡好像先做了一條提示線 但若一些藥市的朋友 以為這裡才是吸 其實這裡已經中了一招 所以這些設計就不好 預早這一層又沒有提示 我們快要到那邊了 沒錯 所以危險 大家如果來到這些地方危險 我覺得這個公園很大 四圍都沒有引路徑 我現在都不知道走去哪個方向 如果譬如有些圍欄或者有些扶手那些 去做一些強烈的對比式 或者低視力的小朋友 弱視的朋友都可以稍微認得到 如果現在這麼大 我們一旦在東南西北方向 我們都走不定了 如果我們找到一個長邊 我們沿著長邊 都可以用一些打仗的掌法 都可以找到一個轉彎位 找到位 現在這裡這麼空曠 一旦一旦走開了 我都不知道走去哪裏 其實我們現在左邊有幾級樓梯 但那裏就沒有警示磚 對你們來說 是否都有一定的危險性 相當危險的 因為警示磚 就用那些大圓圈的警示磚 我們去到一個級前面 它鋪了一定的磚 譬如我們有時打仗 或者我們有時會推仗 感覺到那些洞 提示了我們會前面危險 可能有樓梯上落 它會提示了我們 如果沒有的 我們去到不知道 如果上的 最多摸一摸 跪一跪 如果下的 分明白難中了下去 就住未有設置視像人士警示 及缺乏引路設施 到達公廁及車站入口的問題 康民署就表示 根據興建公園的建築署回覆 相關的觸角引路徑 及觸角警示條 皆符合設計搜索及法例要求 雖然如此 康民署政和建築署 研究改善引路設計的可行性 會繼續跟進事宜 此外 福漢專員吳嘉倫也發現 如果要由協調道那邊 進入啟德大道公園 落了行人天橋之後 路上只是鋪設了警示磚 而引路徑的規劃及狀況 亦都不理想 究竟視聚人士走到天橋底 會遇到甚麼困難呢 明晚我們會繼續為大家跟進 至於報料 歡迎大家WhatsApp到 6896-0931 明晚繼續一線搜查 殷師傅今年88歲 由13歲開始學習縫印手藝 在這一行一做就是75年 這個只有幾十呎的空間 就是殷師傅每天做事的地方 桌上放滿工具 只是為了做出一件完美的旗袍 專題探討, 一線搜查 我們會見到 我們會見到 市場網站 投資用來自拍攝 如果有啟動其法 渡球 partnered 一邊 現在